九江四星级班兰酒店过年价格便宜过景德镇经济连锁酒店 B.Bandland Hotel 班兰酒店 四星酒店 九江班兰酒店是一家四星标准的酒店 也是距离市区最近的高档酒店之一 预定班兰 Reservation Bandland 在携程上本来打算定的是西尔顿 在铺扬和家家住了经济连锁酒店 景德镇酒店又乱涨价 普通经济酒店一晚最贵都涨到一千家 所以我们决定不住景德镇 不当傻子被宰 于是我们来到九江 就打算大家住好一点的酒店 赶火车也能精神好点 心情舒服点 在预定的时候 这家酒店有个比较好玩的预定模式 就是忙和选房 就是说床行由酒店随即安排 安排的房价面积是18到30平 那包含两份早餐价格是400元 这价格很有性价比 酒店是2002年开业的 也算新酒店 距离九江火车站也就三公里的路 这样我跟家家下火车后坐个公交车 没一会就能到了 于是跟家家说了下 家家看了下酒店宣传的视频 就答应了预定这家酒店 于是我就预定好了 到了九江 我们乘坐15路公交站 十来分钟就到站了 然后不行五分钟左右就到了 入住班兰 checking band land 我们到达酒店后 登记入住后 前台看到我们是两个人 就给了我们一间31平的大床房 说是豪华大床房 平时是400多 不过后来过晚年回来看价格是300多 加两份早餐是410 我心想我也付了400 相差无几 这个盲盒也没亏 因为还送了半熟礼给我们 半熟礼就是一些小吃了 还有菊花茶叶这些 家家这个馋帽就拿到半熟礼 就吃了起来 我进入房间就先拍照 因为看到房间觉得很舒服 也很满意 就想拍照记录下来 回家写日记给班兰酒店点个赞 对于我来说 日记里好的也要写 不好的也要记录 因为好的 不好的 都是我自己的人生 我的日记不能以偏概全 要客观 更要全面 这才是最真实的我 结尾 To be end 半熟礼我不知道是 家家自己吃掉了一个橘子 还是说本来就只给了我们一个橘子 还有饼干 饼干比较硬 家家尝了下就没吃了 我知道 这丫头是觉得不好吃 不喜欢吃就放那了 于是我就自己把它吃掉了 因为能吃就别浪费 干嘛浪费粮食嘛 还有果冻好像 家家也没吃完 也是后来我吃掉了 家家就跟小孩子一样 这个差一点吃吃 那个差了吃一点 然后我就把剩下的都吃了 我想说 以后我是不是专门要吃家家吃剩下的 男人好可怜啊 关于班兰酒店 当然没这么快就写完 因为家家说我日记字数总写那么长 那好吧 关于班兰酒店的日记 我就分几集来写 这样就不嫌我字数多了吧 下次再来聊聊班兰酒店的其他 拍摄的照片呢 都是苹果EU PromX指出 我也懒得去调色啊 修图啊什么的 因为我是用来写日记配图 也不是帮人家酒店做宣传什么 不都是最远